大家好 請問電器不使用的時候呢 建議都要拔插頭 才能夠省電又安全 對或錯 來 請舉 來 請舉 好 你看喔 就有不同答案喔 要拔插頭 應該是對嗎 這很明顯吧 你們有兩個插四個圈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聽聽Sam 因為其實電器有很多種 你要看是什麼電器 像電冰箱我們就不會拔 冰箱算電器嘛 對不對 對啊 冷氣也不拔 但電器一直在 那個冰箱一直在使用 他說不使用 對 不過通常你出遠門 你也是不使用它 你還是會用啊 這種就很奇怪 他講的意思 他講的當然是 我們冰箱不可能 冷氣 冷氣還有電視啊 電視也不會 然後像電腦我們不用的時候 我也不會去拔插頭 因為呢 我曾經因為我的大學同學 他沒有去拔電器 然後那個 噴火出來 所以我從大學時候 我就很喜歡把插頭拔掉 特別到現在 我老公有時候被我拔到插頭 他都會有點生氣 他錄影完把人家攝影機 插頭也拔掉 可是他這個是習慣的 他永遠是 雖然這樣小腳做過一條飯 可是他永遠不會失火 對 但是因為像是 有些東西 我覺得一半一半 就是例如說像充電器 然後例如說那個除濕機 這些我不用是全部都會拔掉 不會插著 包括電子儀儲 但是如果是常態性的電器的話 冰箱的話 基本電視冷氣是不會拔的 電視冰箱應該不會拔 就不會拔 對 我們就看這個答案 請問這題對或錯 這個留言是 錯 對 沒有耶 來 請解釋一下 其實因為我們 我們主要是針對省電安全 那其實我們的電器呢 你插著沒有用它的時候 大部分的電器其實是沒有在耗電的 真的喔 因為它關機了 對 除非你是開機 它才會有運 你做電風扇 其實你插著它沒有在動作 其實它完全沒有耗電 但會有耗電是什麼 例如說有遙控器的 像冷氣啊 或是電視 可是那個電池只有分啊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它的那種耗電量 是非常非常的小 因為機器本身並沒有在運作 它只是有唯一極少的電量 是針對它的感應 遙控 對 遙控的感應 所以以耗電來講 其實你這樣插著 它其實沒有耗什麼電 或者是那個熱水瓶才用 但是它那個是在使用中 在使用 對 像你那個冰箱啦 或是什麼那個熱水瓶 那是使用中的 對 那其實常常拔 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有幾個缺點啦 第一個就是你長期 如果都拔的話 其實我們那個插座裡面 它容易沾灰塵 你沾灰塵 你又再插回去 很容易會 對 這樣子容易走火 對 而且啊 你如果一直常常拔 常常插 常常拔這個動作的話 你插座裡面的那個黃片 它彈性會 鬆弛 會鬆弛 所以你插座 所以 鬆弛 鬆弛 鬆弛啊 難怪他們倆今天一起來 對 所以那個彈彈彈片 如果它鬆弛的話 其實你這樣插 其實很容易接觸不良 而且你的插頭如果 插頭本身 如果你長期暴露在空氣中 因為它空氣比較潮濕嘛 它又金屬會氧化 你氧化又插在那個很鬆弛 然後那種接電不良的插座 反而會容易會走火 因為安琪老師 我們從資訊上看到 常常因為電線走火 對啊 就是你為什麼不拔掉才會 你拔掉就不會電線走火啦 對 在觀念上是這樣 對 但是你就是這長時間啦 例如說你冷氣可能一劑就不用了 你當然是拔掉是OK 這是為了安全 是封殖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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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封殖人